第150集 却已经耗费光了他所有的惊奇 爷爷在篝火边昏睡了一会儿 就醒了过来 冲我招招手 我把耳朵贴到他嘴巴 爷爷气若油丝地说道 原谅爷爷吧 孩子 爷爷对你隐瞒了很多东西 甚至骗了你 可这都不是爷爷的本意 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不争气的眼泪又大颗大颗地滚下来 滴在爷爷脸颊上 爷爷的目光变得非常温柔 就像一个普通的老爷爷 在看着自己疼爱的孙子一样 根本不像个叱咤风云的风水大师 爷爷裂开干瘪乌鸦的嘴巴 笑了起来 说道 爷爷本想在死之前 再替我们杨家 替你做一件事 彻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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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阳门祸干 杀了沈昭明 可惜 就算我穷尽心思 舍弃出来的棋局 依旧枕不住他 沈昭明太强大了 这次只是受伤了他 他来日必定卷土重来 又将是一番血雨腥风了 爷爷当年将你老太爷 葬在沈昭明的墓地里 那时候沈昭明肉身 虽藏进了棺材 他却用自己一身奇特素素 把魂魄封印了起来 保证自己不死 以求肉身炼化之后 再魂肉重合 成为风水鬼师 老太爷知道 沈昭明不会 那么轻易求死 已经预料到 百年后 我们羊门的劫难 于是 舍身取义 向羊门子孙 出一位 风水鬼师养的人物 能够真正 能够真正镇住沈昭明 这个人没发在你爸身上 却落在了你身上 Whataan 爷爷 本想用 自己一条 老命 在沈昭明 还没数数 打成的时候 一剧 杀了它 可惜他太狡诈了 也比我预想的厉害太多 杀不了他就是祸患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未来的日子 让自己快速变得强大 爷爷可以陪你一时 不能陪你一时 我 我知道自己不行了 就要走路了 你一定谨记爷爷的教诲 杀沈昭明 破加进皇帝的阴谋 早日恋成风水鬼市 结旧天下苍生 你明白吗 我眼里饱含泪水 已经说不出话了 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 爷爷欣慰地握着我的手 整个人轻得像阵风就能催走 他慈爱地看着我 说道 小天哪 快别难过了 其实上次爷爷就死过一次了 再死一次 也没什么 再厉害的风水师 如洋人那样的 也难逃这种宿命 你又何必难过 爷爷走后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爷爷知道你喜欢一个 叫张磊磊的女孩 她是个好姑娘 只是身世复杂了些 你要真爱她 就要去找她 帮她解开心结 否则 一个人把心事放在心里 只让自己难过伤心 叫什么男人 爷爷的话 说到我心坎里 我又是一阵激动 爷爷的样子 便在我眼里 变得模糊起来 我怎么擦 都擦不干净泪水 爷爷费劲地举着手 想帮我擦干净泪水 怎么举都难举起来 我抓着他老人家的手 紧紧地贴在我的脸颊上 感受着他的手变得冰冷 我心里有种被挖空的感觉 那种一直有爷爷守护的安全感 顿时就没影了 爷爷双腿一蹬 手重重地跌下来 就这么去了 深夜秋风如涛 绵绵长长地吹过来 吹得我心里一片冰冷 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了一样 爷爷第一次死的时候 我只是难过 难过失去了一位至亲的人 而这次 得知老乞丐就是爷爷 是爷爷一直保护着我 呵护着我的时候 再次失去爷爷 我就觉得比割肉还要难过 没了爷爷 让我以后怎么面对 这坎坎坷凶险的江湖呢 怎样去面对如沈昭明一样强大的对手呢 我泪如雨下 远处鬼市依旧灯火辉煌 我甚至一度看到里面有人走路的影子 我定睛细看 似乎看到黑白无常 拘着我爷爷正走在黄泉路上 我爷爷三步一回头 不停地朝我这边张望 似乎留脸不舍 放心不下 他的孙子 我对着鬼市大喊道 爷爷 爷爷 您别走 您别走啊 我的哭喊声传到很远 在鬼市上空形成遥远的回音 我听着自己凄厉的叫喊声 陷入无尽的悲伤 赵金龙和佟教授抵达拆迁工地的时候 我爷爷的尸体已经冻成了冰棍 尽管我不停地往篝火里添加干柴 依旧不能轰暖他的身体 佟教授看到满脸泪水的我和老乞丐的尸体 就明白了过来 说道 原来老乞丐就是你亲爷爷 你竟然都不知道 太离奇了 我擦干泪水 告诉佟教授 我爷爷不肯跟我相认 背后是有隐秘的 赵金龙让保镖帮我把爷爷的尸体 运到他自己的座驾路虎上 他要亲自送我爷爷 回我们老家继承安葬 在离开的时候 我经过沈昭明受伤的地方 赫然就发现地上有一只绣花鞋 捡起来一看 正是我爷爷从张家别墅的水井里捞起来的那只 当时 他想以这只绣花鞋来克制沈昭明 想来这绣花鞋出现在这里并非偶然 定是他伤沈昭明的一枚利器 我将绣花鞋小心翼翼的收起来 也算是爷爷留下的遗物了 赵金龙和佟教授连夜将我们送回了继承 赵金龙对我爷爷的死去非常愧疚 认为是为了替他破火葬场的局 才丧得命 一个劲的向我道歉 我心里清楚 我爷爷设计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跟沈昭明一战 不在这里发生 就在那里发生 这件事跟赵金龙本没有关系 反倒安慰了他几句 赵金龙是个实在人 他表面圆滑 骨子里却待人非常真诚 扬扬我爷爷的丧葬花费 他一手全包了 我在车上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说起来 我已经好些日子没跟他联系了 中间有几次想念他 打了两回 电话都没人接听 我知道他在办一件大事 却不知他现在办到了什么程度 我爸的电话依旧没人接 我不禁有些担心他的安危 但又想如果他出事了 手机到现在肯定没电了 所以他不接我电话 必定是有什么隐秘 我抱着爷爷的尸体 紧紧地握着他瘦弱甘枯的手 想起跟他相处的这么长时间 竟然不知道他就是我爷爷 不禁心酸 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我知道 过了今晚 从此以后我就再能看到爷爷了 对爷爷的印象也就只能存留在 记忆深处 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最后的时光 紧紧地贴着爷爷的脸 感受着他冰冷的体温 这时我手机突然响了 翻开一看 原来是我爸发来的短信 问我有什么事他在忙 我只回了四个字 爷爷走了 我爸立刻打电话过来 问我怎么回事 我爸整件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我爸焦急道 你这孩子怎么不早告诉我 如果早一步 说不定还有补救的办法 你爷爷不知道 我早就在努力化解跟沈家的关系了 我心里苦笑 老太爷破了沈昭明 修成风水鬼尸的阴谋 他对我们杨家恨之入骨 你又怎么去化解 我问我爸人在哪 我爸并没有接我的茬 只说他会很快回来 安排我爷爷的后事 我爷爷已经死过一次 显然不可能再风光大葬一次 那样会惹人闲话 还会惹来不必要的纠纷 我打算把我爷爷的尸体 放进那具空棺材里 他的墓穴也算是真正的墓了吧 我们继承属于县城 对烧尸这种事没有硬性要求 丧家选择烧的 就可以送火葬场去烧 丧家愿意土葬的 也可以送到郊区山上土葬 比较随意 我没让赵金龙把车开进城 直接让他开到郊区 在这片掩面群山里 便葬着我爷爷的坟墓 车开到山路尽头 前方不远处最高的一座山峰 就是葬我爷爷的山头 我让赵金龙把车停在山脚下 我给我爸发了条短信 告诉他我们的地址 到快接近中午的时候 我爸才骑了一辆摩托车 姗姗来迟 我爸明显比我最后见他一次的时候 黑瘦了不少 整个人的精神都非常萎靡 脸上还有两道细细的疤痕 肯定是遇到什么事 他上车见到我爷爷的尸体 顿时僵住了 尽管有心理准备 还是难以面对这惨烈的事实 我记得我爸魂魄离体 和乡村小学校的女鬼私会 曾提过我爷爷的死 他还说爷爷的尸体不见了 以我爷爷的本事 不应该就这样死了 所以他非常怀疑 可这回 他见到我爷爷的尸体 终于算是彻底相信了 我们上了山 找到我爷爷的墓地 赵金龙两个保镖 挖开了墓穴 将我爷爷的尸体脏了进去 河光盖的时候 我爸再也忍不住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 就趴在棺材盖上 嚎啕大哭起来 哭得无比凄厉 可伤心 旁人怎么劝都劝不住他 我还从没见过我爸这样 想起以后在这条路上 再也难有爷爷的陪伴 不禁心酸 也跟着我爸哭了起来 落了一脸的泪水 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出 我爸这个铁蒸蒸的汉子 他敢深入寒风古寺 去寻找地底下的神秘地宫 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 可面对我爷爷的事故 他彻底暴露了自己脆弱的一面 我爸哭诉道 你答应过我 不要急着找姓沈的报仇的 为什么这么憋不住 你出尔方啊 怎么做你孙子的榜样 你说呀 你说话呀 我心里一阵安然 赵金龙劝我们说 天色不早了 早点盖棺风土吧 两位还是接哀 别嫌人走了 自己哭坏了身体 佟教授叹了口气 不知道说什么好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我爸和我爷爷之间 有种秘密 没告诉过我 事实上 我们阳门的绝大多数秘密 我都并不明白 我知道 他们不让我知道 肯定有他们的理由 也是为了我好 可我心里对这些秘密 充满了好奇 不知道背后又有什么原因 赵金龙的话有道理 下葬的时间 过了午后就不好了 我把物资拍着棺材流泪不止 我将它拖到一边 赵金龙两个保镖 合上棺材 就开始封土了 土堆封好之后 我们一行几个人 一起下山 我回头望向我爷爷的墓地 就发现这块墓地并不简单 我爷爷死的时候 我才出涉风水叔叔 并不了解阴宅风水 所以没发现我爷爷墓地的奇特 只见他的坟墓 面影茫茫长江 背靠绵绵大山 两条浮地山龙 从遥远的山栏中奔腾而来 在这座山峰上 急急的一措 两条山龙结穴的地方 便是我爷爷的墓坑之处 这座墓穴 山龙环保 水龙绕山而过 再加上山上云征物照 乃是非常厉害的隐气之地 以我目测 单凭这块风水宝地 我家后人一定会出位 生名险恶的 达官贵人